打開維持通風 因為平常在這邊的辦公的同仁 有很大一部分原來是在市委 高雄市府事辦分流辦公 市長韓國瑜親自督軍 專注市政也得擔心罷免案 韓國瑜向法院申請停止罷免 遭法院裁定撥回 今天所有的行程都專注在防疫跟市政上 他一切都是平常心來看待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韓國瑜向宿院機關提起宿院 並申請停止執行到現在只有一週 迄今也未遭到宿院機關拒絕 認定沒有緊急迫切到 非得逾越宿院機關先行程序 而有法院暫時性保護之必要 在20到60日之內就要舉行罷免投票 所以本案客觀上的確有急迫性存在 違反法院本身慣例 以及論理錯誤的裁定 我們會盡速提出抗告 表示不服 韓國瑜委任律師葉慶元更質疑 中選會4月17號就會宣布罷免投票日 法院說不急 可是中選會很猴急 昨天開庭的時候中選會甚至有說溜嘴 他們說呢 目前本案還在中選會 自我審查當中延誤本案的時程 導致訴願會都還沒有收到 停止執行申請的情形 我想可能都要打一個問號 市長其實都一直是在浪費司法資源 浪費社會資源 如果你有這個力氣不斷的希望做掙扎 不如好好的回來面對市民 罷韓團體醞釀集結 中選會也宣告罷免案成立 罷免投票日就定在6月6號 韓正營要提出抗告 才有機會擋下合法性有爭議的罷免案 記者黃家瑋 邵玉民 SNG小組 台北高雄報導